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我國刑法第59條 是一條特別的法律 犯罪是勤狀 賢可敏術 任可以最低刑度刑 仁賢過重者 得酌量 減輕疾刑 簡單說 勤勘敏術 得以減刑 也就是犯罪動機 並非十惡不赦 甚至還隱人同情的時候 法官就會以這條 降低刑責 接著就跟老Z 回到案法那一天 少年報案我殺人了 爸爸慘遭歌喉王 全家族痛哭崩潰 竟沒人為死者哀悼 侍賭婦敗家荡產 逃在公司奔門施壓 姐弟輟學打工養家 少年殘恨欲謀殺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 悲悯的一家 孝子殺亂父案 時間回到2007年7月26日 地點在嘉義市無縫南路 一處老舊的透天錯理 這天凌晨三點半 眾人還在熟睡的時刻 派出所值班台 響起了一通電話 只聽到那一頭說 我嚇人了 請你們來處理 警方錯二立即趕到現場 直接一名少年靠在門旁 一臉淡定若有所思 身上還沾著血跡 一旁鐵板凳 放著一把染血的開山刀 原警問他人在哪裡 他只說在二樓臥室 上樓查看是一名中年男子 脖子被割開 血已經流乾 是這個家的男主人 疑問之下 竟是樓下那個少年 親手殺了父親 這起人倫悲劇 發生在嘉義市的無縫南路 凌晨三點半 十七歲的零姓少年 先支開自己的母親之後 再拿已經預先藏好的開山刀 往自己的父親頸部 砍了兩刀 死者家屬哀傷的跪在地上 尤其是滿頭白髮的阿公 怎麼也想不到 才十七歲的孫子 竟然把自己的爸爸殺死了 天堂把他在那裡 睡著我睡著了 沒辦法 沒辦法 死者林楠傷勢嚴重 脖子上是被反覆砍殺的刀傷 警方初估有十一刀 連開山刀都砍出了缺口 這代表什麼 凶手對死者有強烈的恨意 警方看了一下 這異常冷靜的少年 有可能是他殺的嗎 還是來頂罪的戴罪羔羊呢 命案現場拉起了封鎖線 家屬哀傷不已 尤其是零性少年的姊姊 對於弟弟犯下殺人案 對象還是自己的父親 傷心的直掉眼淚 他爸爸什麼時候回家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弟弟為了怎麼樣 還不知道 不曉得 阿公 因為他很少賺錢養了 警局裡犯下殺父案的 就是趴在桌上的零性少年 讓警方意外的是 胸刀竟然在兩年前 就已經埋好了 他從94年的6月開始 就有想要殺害他的父親 所以就準備了一把藏刀 兇賢的阿公 貪坐在警察局內 看著這把預藏了兩年的胸刀 早在兩年前 就埋下了這場悲劇 他們小孩在哪裡 我們老婆都藏人在外 都沒有死人 這樣就對了 他沒有在照顧家 他一直說 警方從現場激震 以及少年和盤拖出 的確是他預謀殺害父親已久 而全家人的痛哭和眼淚 竟都是哀痛少年的一時衝動 妹妹更說出了驚人之語 他真的是為了這個家 也才殺掉他爸爸 他真的忍耐很久了 從他小到現在都經濟上都真的很困難 我只哭哭了真的是很難受的 臨時少年一家原本就是弱勢家庭 母親和弟弟領有殘障手冊 阿公年腦力衰 做得透天錯 也是阿公年輕時打拚的唯一家產 也因此一家貧困只能靠資源回收來過活 卻領不到低收入補助 我們都是靠那種資源回收生活 還有我跟我弟弟外出工作 我們不貼一點加油 爸爸很少養你們是 他為什麼他不養你們 我不知道 父親如果能消失的話 有多好 這究竟是多大的怨恨 才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呢 他如果消失之後 就不會再跟人家結錢了 父親如果能消失的話 有多好 這究竟是多大的怨恨 才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呢 原來母親有智能障礙 卻一人生下四個孩子 長子所以成年也是重度智障 父親卻嗜賭誠信 還有竊道 恐嚇 詐欺等前科 一整年像失蹤一樣 偶爾才會回家住幾天 不但好吃懶做 經常向爺爺要錢 敗光了就到處借 甚至移卡養債 最後還要把老房子拿去抵押 雖然有老農津貼 跟母子兩人的重賬補助 一家五口怎麼夠用 全由爺爺一人推著手推車 石荒 鐵罐 紙箱 一天賺一百塊 苦苦撐著 還得面臨不斷登門威脅的 討債公司 駕駛都有那個要討債 他們說到每個卡丁回去 算說討債公司 十次來都幾個小時幾個小時 這樣跟老人家一樣 你都吃飽啦 你老人家討債 都要對我們看他沒有 看他沒有在那天 好來這裡老人 在國外這樣還不行 來都說要嚇我嚇不行 要給你犯罪 要給你爬 要給你怎麼樣 你給你看 你要是要賣 我給他媽媽 你不嚇出味道會農職 兒子的惡心惡狀 街頭巷尾都知道 孫子實在是不忍心阿公 為了幫忙還債捨棄升學 還當起了搬運工賺錢 鹹少回家的父親 前天晚上回來了 揪起了零姓少年 一肚子的不怨 他這兒子就是 都不說話 就像我心疼人很不錯 那天回來 完全就是兩個一肚子 我們在旁邊很久不見面 因為他在生活 負貧倫太久了 由於爺爺快八十歲 排行老三的零姓少年 跟二姐決定國中畢業就找工作 後來姐姐北漂到台北夜市 擺攤賣衣服 少年則礙於只有國中學歷 求職四處碰壁 有臨時高就去做 沒工作時就跟爺爺拾荒 或跟著八家將出班 因為有零用前禮 長期經濟壓力之下 他逐漸累積心中的不滿 直到某天決定斬草出根 醞釀沙夫的念頭 從民國九十四年六月 林姓少年在夜市買這把 開山刀的時間算起 長達兩年之久 二十五號晚上 幾乎不回家的父親 突然回來了 趁著凌晨父親熟睡時 下手砍死父親 每一刀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偵訊時少年很清楚的交代細節 行凶後 林姓少年打電話報警自首 口氣異常的冷靜 我殺了人 你們來處理 少年對父親的冷淡 連法官出示死者照片 他不害怕也沒有後悔 親手砍死了父親 還提醒法官 他砍在頸部上 臉頰上的傷 可能是不小心割到的 不會覺得說害怕或是恐懼 他就說他已經準備很久了 這意思很堅定 很可憐 這孫子很乖 七十七歲了 阿公傷心的眼淚止不住 哽咽的說孫子真的很乖 實在是父親太不負責任 不但到處欠債 更沒賺過一毛錢回來養家 所以如果要回來 孫子都沒錢 幾十多年都沒錢 不但沒賺錢養家 零姓少年的父親 還沉迷賽哥賭博欠下一屁股債 又向銀行借錢 信用卡辦了好幾張 債主跟銀行 哪一堆借款單上門要錢 少則幾萬塊 多則好幾十萬 算一算零姓少年的父親 大概虧過了五六百萬 債務拖累家人不打緊 他還把阿公年輕時代打拼 買下的唯一一棟透天措 拿去抵押 我在家裡去找我都不知道 好 我要來賺錢 對我還要賺錢 我不能去跟他找來行 阿公散盡家產 連關財本都拿出來 還是沒辦法還清兒子的債務 唯一能賺錢的孫子 又因為殺父被關 無助的阿公現在只能祈求上天 希望孫子減低刑期 早日回來團圓 講到這 大家應該都能體會 少年心中的那一份壓抑 只不過他的確是預謀殺人 犯的又是殺害直系血清 尊親署 法定本刑可是死刑 跟無期徒刑起跳 似乎只剩下兩個機會了 根據刑罰上的規定 預謀殺人或者是殺死直系親署 都必須加重刑罰 但法理也兼顧人情 一個惡劣的父親情何以堪 少年行凶後自首 以及未成年的身分 都可以獲得減刑 如果經過兩次的減刑的話 法官的量刑範圍 最輕是在七年六個月以上 減到最後還認為不夠 其實像鄧如仁就是這樣 當時就是認為 這樣減了都還不夠 所以還要再替他多減一點 在未成年以及自首 兩個減刑的機制下 少年最輕必須背負 七年六個月以上的刑責 會不會判得更輕 法官會在少年的犯案動機 和背景下再做琢磨 這起人倫悲劇 考驗著法官的智慧 殺害直系親署 原本應該是加重刑期 但少年弒父 是因為父親長期不養家 還欠下大筆債務 檢方認為他犯罪苦中職的同情 再加上他犯案後打電話自首 因此檢方請法官卓檢刑期 仇處三年六個月的徒刑 那少年他認為說 只有殺害他的父親 才能夠解決他家大量賭債 這個問題 所以因此他就殺害他的父親 但是他在殺父之後 馬上就向警方自首 那少年有困難嗎 很困難 很困難 因為我會說 家裡沒有 還要把孫子放在那裡 我說怎麼說 一想起孫子 七十歲的阿公眼眶泛紅 他說孫子真的很孝順 人在牢裡還擔心他 穿得暖不暖 我就穿得暖的 在那裡有什麼東西 有啦 我說會啦 聽到孫子被起訴 檢方求刑三年六個月 儘管已經是從親求刑 但阿公還是替孫子求情 真紅是我們這個而已 這個如果沒有 我們這幾個都沒有了 就是這樣 看能夠一年夠 到旁邊沒有這樣 阿公說這個最小的弟弟 金長陽巔峰發作 另一個妹妹還在念書 媳婦是智障 一家老小 全靠他食荒為生 一心情賺一百塊根本不夠 孝順的孫子 以前都打工賺錢幫他 現在坐牢 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不久就終於 自己吃兩餐了 吃得糟糕 一餐吃兩餐 對 雖然討在公司沒在上門 一家人還是得吃飯開銷 老爺爺透過鏡頭 向外界求援 更希望孫子能早日回來幫忙 經過半年多審理 一審判決 終於出爐 而案件加以地方法院審理 陳審法官認為 殺害直系血清 雖應該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但被告未成年又符合自首要件 而且有刑法第59條 情刊敏述的情形 三次檢驚其行之後 判刑五年 而消息傳來 祖父相當不捨 不比我的孫子 他很年輕 看他 這個店比較輕 看他早上還沒有這樣 不過 負責輔導林姓少年的官戶人指出 目前在獄中的林姓少年 絕口不提父親 反而更令人擔心 他尚未走出 世父的陰霾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人出生到世上 無法選擇自己的家人 一旦他們成為家庭問題的根源 也絕非你我三言兩語能夠解決 你曾碰過類似的問題嗎 又是怎麼面對這樣的家人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 好 好 你可以 挺